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SILVER SPRING 大家来一定要早来 我们来的时候还没有人 现在都已经排上队了 右边讲划一下歪了 划右边讲对 我们今天要去看海牛 SILVER SPRING 它是可以自己划船走两个小时 我们定的是两个小时自己划船 SELF GUIDED 能看到海牛 能看到鳄鱼 能看到鳄鱼 老板害怕 但是我会游泳 你不会游泳 鳄鱼不会吃会游泳的 鳄鱼吃你 吃胖的 你这个奖感觉快打到我了 水瓶不大行 你看 超级美 这水好热 这水是热的 地图 我觉得应该是往那边走吧 这边右边 是吧 是吧 回到原点了 走错路了 回到刚下船的地方 本来我们是第一个来了 第一个下船 结果我这看地图 不会看 只错路了 走错路了 现在好多人都在我们前面了 你不要动 吓死我了 你不要搞些经典动作 不会游泳的可是你 透明的船 Clear kayak 他头怎么这么小 他站的好直 他的两个腿 嗨 他一点都不害怕我 他一点都不害怕我 水也太清了吧 凉乌龟 大姐 水平也不行了 也撞树上了 这么看来你滑的还行 虽然说你企图 掉头没掉过来 但是你至少没有撞树上 人家都是两个人一起滑 就我们的船是老板自己在后边滑 主要是我刚才滑了一下 差点撞树上 所以老板觉得还是 我还是去看就行了 你干什么行啊 你开摩托摩托摩托翻翻 开船 装树上 这是上帝给我关了一扇门 必定给我打开一扇窗 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那扇窗在哪 早晚我会发现那扇窗在哪 对 环境特别好 早上起来来这儿呼吸呼吸 还是去吃 带雨天多好 对 那两只鸳鸯 冲我滑过来了 那两个鸳鸯冲我游过来了 这是鸳鸯吗 这里边还有猴子呢 王八岛 好多王八 水里还有王八呢 不过我们今天这一路没看到海牛 全看王八去了 下辈子投胎 在Silver Spring 做个王八也挺好 本来就姓王 烦人 讨厌 王八我现在完成了半个 王 老板划船最终可以的 刚才差点就要撞上了 一个急转 又给转回来了 哇这片好大 这片是不是能看到海牛吗 看老板老板划个船 自己掌握不好方向 一会让我往左边坐 一会让我往右边坐 让我用屁股掌握方向 你坐嘛 我屁股是坐呗 对啊 趁着老板在努力的划船 我们聊一下 你内心最大的恐惧是什么吧 What is your biggest fear 我是有点深水恐惧症 就是像在游泳池深水渠游泳的时候 我就会特别害怕 像现在这边这个水就变得很深 而我往下看就有点害怕 真的是挺害怕 因为它很深 然后底下不知道什么东西在晃来晃去的 那你的最害怕是什么 有人是什么密集恐惧症 还有人是什么幽闭恐惧症 这些我都没有 就是我就是怕深水深海 哪儿呢 这个鸟是在这晒背吧 还是它卡住了 它把自己卡住了 卡成了这个 我们要不要去救救它 它这背晒的挺好啊 养生泵的 这树感觉像那种鬼片里的树 上面弄着树树挂着树树 挂着树树 底下还有大鱼 刚才那鱼看起来就是酸菜鱼的上等食材啊 这不是鱼 这不是鱼 这是个鱼 这是个鱼 奶奶 好可爱 我会把我扭翻吧 我会把我扭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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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爱了 over the years 太可爱了 这是两只 它们俩在翻滚 嗯 这两个抱在一起 真是 够直到 又到了 又到了动物交配的季节 他们两个好大 他们俩在玩游戏吧 另外一只跑掉了 他要顶到我们的船了 顶到我们的船了 他在追我们的船 他直接潜下去了 竟然真的看到海牛了 天哪 太可爱了 好温柔 然后巨大一个 就从我们的船边游过去了 而且游的超快 别看他们那么胖 老外都去追那个海牛去了 那边说好像那边有个宝宝 应该算圆满了 看到了王八 看到了鱼 看到了海牛 还看到了各种鸟 他是脚踏的吗 咱应该弄一个这个脚踏的 脚踏有多方便 自己的 多省劲啊 没有那么事 而且没有那么多人早上来 我来之前查了很多攻略 大家都说这个SILVER SPRING的这个水是最轻的 所以看海牛的体验更好 但是他是不能下到水里面 好像有一个叫什么 Crystal River 还是叫什么是可以下到水里面的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 然后看海牛呢 他是有时间段 每年好像是11月到4月之间 海牛会出现的这些水域 因为这边比较温暖 所以来之前 大家要看好时间咯 我觉得这个SILVER SPRING 这个国家公园的 paddling 看水牛 看海牛 不是水牛 这个体验还不错 就算看不到海牛 你就是在这里 划划船啊 看看其他的野生动物 比如说野生王八啥的 也挺好 老板在 奋力的掉头 哎呦挺厉害啊 圈转呢 哎呀你要撞墙上了 咱们工人有力量 咱们工人有力量 花 不对 那个赛龙舟应该是唱什么歌 黑夜马花 一二花 一二花 我应该站在前面 人家赛龙舟前面都有个站在那的 就是这样 哈哈 哈 英文单词海牛 manatees manatees 也可以叫seathouse manatees 拜拜 牛逼 哈哈 哈哈 哈哈